好了 它死了 耶~~~ 雞蛇獸拳杖超棒的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夢想成為魔法大師的好狗狗汪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我們的 目光巨龍 好的 今天這一集呢 在上一集我們帶了很多很多的 礦物資源回來嘛 所以把我的倉庫也升級了一下 這些就是 大家看得懂的東西在裡面 好 就是這些玩意 欸 你怎麼又跑出來了 好 那上次獲得的這些東西 我們暫時不理他們 我們這一集呢 我們要去尋找我們巫妖王的堡壘 那既然要去挑戰巫妖王的話 我想要先學會一個魔法 這樣子才可以跟巫妖王展開一個魔法大戰 但要獲得我們的魔法 我們必須 要先從我們可愛的小雞雞身上 獲得他們的眼睛 而且他們的眼睛超級難掉落的 我知道我這樣子非常不人道 明明上一集 我們這群可愛的小雞雞 才幫我攻略了那個龐大又雄偉的那個大礦洞 但是這一集我卻要殺了他們 不 我不是要殺了這些有習日的戰友 我是要殺了這些剛孵化出來 並且長大的小雞 對 因為我跟他們沒有感情 我要把這些不是我習日戰友的小雞雞 通通拖到可怕的黑暗地窖裡面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想要殺你們的 但是我必須要學會魔法的修為 來吧 有沒有眼睛 眼睛 眼睛 我要更多的眼睛 給我眼睛 我獲得眼睛了 犧牲了好多我可愛的小雞雞 好 我們馬上來製作這神奇的魔法法杖吧 好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進行這個 那個雞眼睛的魔法法杖的教學吧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要用一個凋零碎骨頭跟凋零骨頭 來製成一個雞蛇獸拳杖 他是傳說武器可以射出一個魔法射箭 讓射到魔法射箭的所有目標都進入凋零狀態 感覺十分的厲害 然後這個樣子放上來 就可以做出一個雞蛇獸拳杖了 沒有錯的 好的 那這個雞蛇獸拳杖 好像是可以附魔的嘛 對不對 欸 他不能附魔 我看一下 他是要用附魔書來附魔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弄出一個耐久的附魔書呢 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我現在多製作了一個旅行家手冊啊 因為接下來會有目光森林的東西 我對目光森林的東西還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呢 我會用這些小叔叔來輔助我的教學 那我們先來製作一個附魔書哈 來看看有沒有耐久呢 不對 我沒有拿青金石 我真蠢 好 青金石在這裡哈 效率耐久二 好 有個耐久二也不錯 那我們就來把我們的神奇小權杖 附上耐久吧 他就叫做推倒巫妖王霸權大GG棒棒 好的 那我們就把他附上耐久吧 那他應該可以再副手使用 就像這個樣子 發射射線 欸 必須要有一個生物才可以發射射線是不是 好 那我看看周圍有沒有適合我們攻擊的怪物 呃 不如我們就先準備去找我們的那個巫妖王堡壘好了 然後在中途再看看有沒有可以那個 呃 呃 攻擊的怪物 來吧 小GG 我們出發吧 我昔日的戰友 你們都要跟隨著我的腳步 好 讓我們一起前往巫妖王的堡壘 但是說實話啊 這個地圖上目前好像沒有看到巫妖王的堡壘了 那我們就先跑到那個Naga那邊去好了 好的 帶著我們的小權杖出門 往前出發 往那個北方的那個Naga巢穴 我們可以再殺一點Naga 然後因為我Naga的影片現在只有11個 還不夠做全套裝備 好 那就再去出發打一隻Naga 來把我們的裝備湊滿滿吧 好了 那我們就挖進去吧 來找我們的Naga玩玩 嘿 Naga小朋友 我要中毒你 唉唷 唉唷 好像有點兇啊 他跑哪裏去啦 Naga小朋友 來吧 來 來 哼 喔 我機舍獸被Naga打死了 喔 痛 痛 痛 機舍獸加油啊 奮騎 機舍獸奮騎 來 加油 機舍獸 壓制他 壓制這Naga小朋友 打爆他 沒有錯 我們可以的 我們很厲害 好了 我們再次屠殺了一隻Naga 那我們又獲得了一些零片了 我們就可以來做Naga套裝囉 好的 那放入我們的合拳台 然後Naga套裝的製作方法 他有酷酷跟那個衣服 然後他有火焰保護3的效果 嗯 就對於龍的話 好像是一個不錯的防禦盔甲 算說 比我們的龍裝備還要弱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既然都來到目光生靈了 我們還是要來做一下目光生靈的裝備 各位說是不是啊 好的 啊 Naga護甲製造者獲得了 好的 那雖然這個火焰的這個龍裝備 是比較猛烈啦 但是我們還是來穿一下Naga身體的衣服吧 畢竟都來到目光生靈了 那 感覺有患跟沒患一樣 我身體還是一樣綠 真是的 那先把龍套裝給收起來吧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去找我們的那個 巫妖王巢穴 剛剛走了一下 好像還是沒看到呢 我們繼續往一個地方前進吧 喔喔 有巫妖王的蹤影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小地圖的那個 西邊 比較靠西邊的地方 出現了一個骷髏頭 又帶黃冠的那個小圖示 那邊就是我們的巫妖王巢穴了 我們可以走過去 呃 西邊是這個方向哈 好 GOGO 喔 這邊又是一個巨龍巢穴了 嗯 我想想哈 巨龍巢穴是不是 呃 先不用搭理這個巨龍巢穴 我們暫時 不是很缺巨龍的資源啊 好的 繼續前進 嗯哼 呃 也是記一下好了 這邊有一個巨龍巢穴 來來記一下坐標哈 好 來記錄一下這裡這裡有一個巨龍的巢穴哈 好 繼續往我們巫妖王的堡壘前進 欸 呃 好的 欸等一下 這是巫妖王的堡壘嗎 這好像 不對啊 這地圖上沒有顯示 這是任何怪物的 生存地點啊 這邊 這個蘑菇 蘑菇 蘑菇房屋是怎麼回事 好巨大啊 好巨大的蘑菇房屋 裡面會有什麼生物在嗎 我們來挖挖看 用斧頭挖蘑菇塊應該比較快 哇哦 原門口在裡面啊 不好意思我幫你多開了一道門 這邊好像是 呃 欸 只是一個單純的蘑菇房嗎 都沒有任何怪物的蹤跡欸 真酷炫 好的 那我們 一次又看到更多巫妖王的長炫了呢 欸 所以說 喔 那 難道巫妖王都在離我們那麼遠的地方嗎 不好意思我有點露癡了 欸 剛剛是不是有火噴過來 有火噴過來是不是 我剛剛有看到火光 欸 火光在哪裡啊 小籠籠 我們來玩玩 我知道你很想跟我玩玩 你竟然都把火光噴出來了 欸 我看到一個小東西 嘿 你好 這是啥 還是得如意生光針 我不需要你啊 好痛啊 小雞雞幫我幹掉他們 呃 好Lag 欸欸欸欸 他就這樣衝過來了 喔 痛 痛爆 我要先離開 躲起來 吃一下東西 真是可怕的龍龍啊 欸 他把我計程獸殺死了 你不 我不允許你殺死我計程獸 快 對他這種破壞死光 喔 夭壽啊痛 痛爆 喔 有有有有有 夭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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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先 老規矩先挖下去 挖下去 挖下去 嚇死我了 燙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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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嗚 嗚 怎麼動不動就會遇到巨龍嗎 真是的 嘿小龍龍 我現在有新武器啦 你想成為我新武器下的死亡者嗎 呃我需要大一點的那個空間哈 不好意思 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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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關起來了 真是的 為什麼每次都要讓我遇到巨龍 真是的 好 成為我新武器下的葵 呃呃 痛痛痛痛爆 好了這個角度位置剛剛好 成為我的犧牲品吧 龍龍 我要把你 瞪到死 瞪死你 我瞪 你是不是殺害我的小GG 我現在就把你瞪死 我的眼睛是不是很大顆 你有沒有感受到我的法力 成為我法力下的犧牲品吧 誰叫你要中途跑過來 殺死我的夥伴 你最有應得 你該死 好 那我們不要再廢話了 我就 我就這樣壓著等到我這隻龍死掉好了 好了他死了 耶 基蛇獸拳戰超棒的 好啦 那我就 我就上去拿我的屍體啦 再一次 屠殺了一隻龍 而且這次屠殺的 欸 你怎麼懸空在半空中 你這死法真的很看 而且 這美好的 這美好的 香菇被你毀成這個樣子 你真的很不應該 誰在揍我 你最有應得 我看看 這是一隻 公龍 我最討厭摸公龍了 但我還是摸一下 沒辦法 畢竟素材嘛 收集一下 我需要多一點的零片 到時候我可以來做更好的裝備 好的 那接下來繼續前進我們巫妖王巢穴吧 好像北方那個比較近喔 我去北方那個巢穴好了 GoGo 唉 我的小雞雞 都已經不存在了 沒有關係 我很堅強 我可以自己抵達巫妖王的巢穴 是這個方向吧 沒有錯 我感覺他近了 他越來越近了 好的 GoGo 嗯 好黑暗的地方啊 怎麼這麼的陰暗 真是的 哎呀呀 嗯 看到了沒 他近了沒 怎麼又是巨大龍的巢穴 真是的 該不會是巨大龍的巢穴 喔天啊 就在這邊而已嗎 旁邊就是巨大龍巢穴 我乾脆幻醒這隻龍來把你的巢穴撞爆算了 沒有我沒那麼惡劣 好的 那這一集呢 我們找到了我們巫妖王的堡壘囉 而且還找到三座 嗯 我先到了北方的這一座來 那下一集 我們就來攻略這座巢穴吧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店母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